吴亦凡呢 其实我也是一开始受到观众导演的邀请 然后当时也是对这个剧本也是看了很多遍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机会吧 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角色 然后是一个挑战 然后我也认为这部戏能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有一个自我的提升 然后当然包括就是能跟这么多很棒的前辈 然后包括崩岛 就是我还是习惯叫崩岛 因为虽然是男主角但是崩岛还是比较顺口一些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棒的机会 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够把自己的实力更加展现出来 然后也能够向各位前辈们多多学习 是的 好 期待 你有什么期待 我有非常期待 因为我其实确实还没开始进组 然后我也是我觉得能跟崩岛一起开戏 然后包括能跟管道能够就给我很多教导 我觉得是一个反正我是比较紧张也很期待的同事是 对 然后当然也是也是 其实刚刚开始之前我也是看微博 然后那个徐静雷导演也是微博上面发 那个微博说让崩岛多多的爆料给他 所以我也是想说我会努力演好 然后希望我们不要太懒得爆料 对 北京挺近的 对 那个老炮怎么来解释 咱们给全国观众翻译一下 让大家提前有个代入感 老炮是什么 我先说一下就是 就是台上不管几个老北京 这电影不是给北京人看 是给中国人看的 所以这老北京什么 因为京腔经营这事儿在我们这儿不重要 就是建议品牌 就是咱们北京叫老炮 在成都叫什么 拉草谷 对 在上海叫老卡拉 在广州叫什么 每个年代 每个城市 每个单位 每个集体里都有那人 所以 北京这时候不强调了 这一次 明白 那小炮 吴亦凡广东人吧 是 那老炮广东话应该是 东笔语里面应该叫什么 国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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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这么夸张吗 我觉得 没有特别贴切的 可能是我 不是特别了解 那叫奶楼 奶楼 大楼 也可以吧 对 您觉得是古过宅 古过宅是对的 对的 对的 我的国 私生